日本是位于东亚的岛屿国家 理论上原始人类是不可能出现在四面环海的日本驻岛 然而从近代的考古发现 早在三万年前 日本已出现了史前文明 难道真的像日本神话所描述的那样 日本是神创造的国家 而天下的国家 天皇是神的后裔 日本天皇号称万事一系 不过天皇家谱中的前十四位都无法考证 从应神天皇开始才有了可信度 记载中应神天皇出生时是中国的东汉末年 在中国的三国时代继位 熬到了西晋统一 在五湖十六国时过世 活了111岁 按当时的医疗和物质条件真是个奇迹 或许日本天皇的早期记载有些偏差 但从隋唐至今的世纪情况来看 天皇确实出自同一家族 那么为什么日本千年来没有朝代更替呢 和中国皇帝不同 日本天皇只是个虚职 七世纪后 日本全方位学习大唐 进行了大化改型 加强中央集权 也就是这个时候 日本国王才开始被称作天皇 而天皇的称呼很可能来自大唐 因为同时期的唐高宗被称作天皇 武则天被称作天后 大化改型给日本带来的福利 没有延续太久 九世纪的社官政治 再次架空天皇 到了幕府时代 天皇已沦为权臣们的傀儡 有时候天皇还不得不向将军们乞讨生活费 天皇做到这个份上 权臣们对这个虚伪自然没了兴趣 这才有了流水的将军 铁打的天皇 当然天皇家族不被推翻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日本在历史上是一个神权国家 天皇长期被认为是神 至于天皇是如何被封神的 这要从日本的神话起源说起 和中国一样 日本也有开天辟地的神话 但和中国神话不同的是 日本的天地开辟不是某个大神的功劳 混沌的天地是自动分开 然后一批又一批的神 像下饺子一样的出现 第七代的神是一对兄妹 他们是伊贤纳奇和伊贤纳梅 由于国土还漂浮在大海上 很不稳定 作为资历最前的神 这对兄妹被众神下派去修固国土 兄妹两人站在天之府桥上 用天之穷毛在海中搅动 当把毛提起时 从毛间低下的海水凝聚成道 工程完工后 两位神仙在岛上结婚 生出了十四个岛 也就是现在的日本列岛 两人继续努力 又生出了一堆大神 不幸的是 纳梅在生火神时被烧死 痴情的纳奇为了寻回纳梅追到了黄泉 到了黄泉 纳梅让纳奇在大殿门口等候 大概是要补补桩 纳奇等不耐烦了 冲了进去 一下子看清了纳梅的素颜 纳梅在黄泉待太久了 容颜因为腐烂而变得丑陋 纳奇瞬间从吃男变成渣男 转身就跑 纳梅暴露 立即追杀纳奇 纳奇玩命的跑出了黄泉 然后用石头堵出了黄泉的通路 从黄泉回来后 纳奇觉得太晦气了 就洗了个澡 他所脱的衣服和清洗的身体部位 分别画出了二十多位神 纳奇洗左眼所画的神叫天赵大神 也就是日本人崇拜的太阳女神 后来天赵大神派自己的孙子穷穷主尊 去管理日本 传说日本的第一代天皇 神武天皇 就是穷穷主尊的曾孙 这样天皇就名正言顺的在日本封神了 不过天皇最终还是被美国人打落人间 日本二战投降后 美国迫使天皇发表人间宣言 否定了天皇的神性 但至今很多日本人还认为天皇是神 当然大部分科学家和史学家 都不认同日本的神话起源 那么原始人类是怎么出现在日本列岛呢 日本人的祖先到底是谁呢 我们下回分解